嗨 師兄 各位 歡迎收聽衰老樂園 我是阿謙 我是阿輝 我是阿楊 阿泰繼上個星期病了之後 他這星期還是繼續病 又病了嗎 又病了 抱養抱養 希望他早日看過 早日看過 錄音的時候其實就是暑假的尾 因為我最近變成了freelance 我在星期一節目有說過 我變成freelance之後就要接下不同的職業 有一宗職業呢 我就是要去一些學校教一些中一 就是有些演講一點 這個不是重點 總之就是要教一下他們 他們臨開學有些課前預備下 上學是怎樣 就給一些無關痛養的興趣的那些班 就上下這樣 於是我這麼多年以來 我很久沒有接觸過中一 那我就竟然有機會接觸 我真的很久沒有接觸過 因為你其實正常 你再接觸那些年輕人 可能都是高中 你很少真的去到這麼小 高中和中一都很少接觸了 對嗎 對 跟他補習那些不同 可能我讀大學的時候 還會看到一些阿瑪雲那些 挺好笑的 我第一次叫做扮系老師 扮系老師 我進去 Heem Sir 其實挺悶的 教練講 當然不是課課門 但因為他是一級四班 Split做八班 每一班教的東西是一樣的 蛤 所以我 我要做一些普通老師的 procedure 進去開一下電腦 對一下投影機 插手之後 他的電腦又很慢 我想問你時間是多久呢 每個小時 想傳日的嗎 不不 他們想傳日 我只要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我就插手 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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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實你的工作址 每天都是一樣的 你第一課課 緊張些 那有一點有趣的 是點名 挺好笑的 平常沒有什麼特別 到你自己真的做老师 发现那些名字是很奇怪的 很难读的 可能你细心的想法不是那么难读的 但是他无端端有些人 那些变什么鬼 林大辉 就是不是平时的写法 你明白吗 我的那些歌都 meio расп 我都会问一下他有没有读的 到第八班 每天有一天 林大辉到 林大辉到 到第八班 读读一下 angel hair has been watching 怎么读 不是 我知道らailing 但我真的不忍了 怕我看错了 王鱼 甘老师 说他真的假启 你帮我 repet 只剩一個U字 因為很少人的名字中有一個U字 那我就再多看一看 然後她就看過來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是黃月X 接著我接受不到有個人 因為我很少 她是我以前小學最朋友的那種名叫 嘩 小學 對 小學最朋友 很久以前 小學最朋友 那我們是怎樣朋友的 我們是轉身 我覺得好像 太少人明白嗎 很熟悉的感覺 因為她剛巧是中一 我想問這個字是否一樣 不是一樣的 但是音 但是音 當時我讀的時候不覺得 我就逐個逐個字讀 讀完之後真的? 於是我就想起 因為剛好他也是中一 他兩樣東西加起來 令到我的腦子產生了很多畫面 回憶殺 你突然之間那一刻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想起 突然之間真的? 我跟那個朋友是怎樣認識的呢? 以前我打小學排球隊 我嘗試隱藏那種狠狠程度 因為是小學雞,真的是狠狠 排球隊也狠狠,不是吧? 是我們狠狠 我們本來是朋友 一起入了排球隊 他的名字已經狠狠 叫雙劍俠 就是這些 我知道 我不是說小學雞就是… 改這些混蛋樂園那麼帥 很好 我也很好 我意思是小學雞是改這些名字 叫雙劍俠 是 然後作用較多的是什麼呢? 那時候最流行的兩個球員 叫斯郎和美斯 我的朋友就是米9 我的朋友現在米9那麼高 當時小學已經是我們那麼高 那真的很高 他喜歡斯郎 我是因為抄襲他 我是矮子 那我就說 你斯郎喜歡斯郎很厲害嗎? 我很喜歡美斯 我是這樣喜歡美斯 你明白嗎? 不是吧? 我是這樣喜歡美斯 但不奇怪的 因為自己代入了 我也想了解那個人多些 而且你小學雞 當然是要大家有些東西一起認 你明白嗎? 有些東西一起認 我就看球 最好事 剛好就是 斯郎剛剛去了和馬 我就去了巴塞 不是…我去了巴塞 大家可以在巴塞觀望搜尋一下 我喜歡巴塞 我就喜歡巴塞 他就喜歡斯郎 所以就會… 剛好進行轉移 是斯郎本身在曼聯 他本身已經撐曼聯 他本身已經撐曼聯 然後突然轉到和馬 所以我們就好像變成… 但又是朋友我們 真的很奇怪 死敵 即是小學雞 我都可以 其實挺有趣 挺有趣 但你們打排球會不會用腳踢呢? 不會 但是有一個心理投射 我不明白 我是斯郎 頭脫下去 我現在上場了 是斯郎 哈哈 但因為是雙箭頭 我們當時是打兩隊長 即是輪流做隊長 好像很深 不是很厲害 輪流做而已 但是我們沒有分正副隊長 我和他兩個都是隊長 那之後呢 小學雞的排球玩法是怎樣呢?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很厲害 中學層那些是說了戰術 怎麼快攻 怎麼四號位強攻 但小學雞不是的 你找一些強的球員 就放在核心的位置上 你確保前和後都會有一個厲害的 基本上就贏面大很多了 這是小學雞的玩法 所以當時他的陣容就是他站在四號位 我站在一號位 即是右下角 他站在左上角 這樣 那我們就是這樣打比賽 加上我們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三個主力小小的球員 就一起打排球比賽 那好了 小學雞去到小鹿就完了 那我們就經常在這裡說 我們一定要一起入中學 同一間 因為你打球是這樣的 你是打那幫人 熟了 那幫隊友你有默契的 你知道大家的強項是什麼 譬如那時候小學 他已經會設定後排球給我攻擊 因為我矮 我後排攻擊是不影響的 他就會設定後排攻擊給我 然後反過來 如果有些修正球 我們打個九樓那麼高 他就跳起就要打 因為他夠高 那大家會補了短 還有默契的 直到去放榜那天 剛巧我們放榜那一年 其實就是 宣明楊局長宣布了縮班 班變成四班 我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德國界的人會理會 德國界的人會在乎 所以突然縮的班 大部分的人都是派得差了 除非你是很聰明的 即是大家沒有得同一間學校 我們那時候才不知道 但那時候 怎麼說呢 小學和中學不是一條龍服務 對嗎 對 不是直升的 要派 除非你是高材生 如果不是基本上都不影響 那時候放榜 我跟施朗呢 我跟剛剛 我跟施朗呢 就還沒有問大家 我就先看到另外那個隊友 那個隊友就很傷心地走過來 蘇瓦雷斯 你當我是蘇瓦雷斯 蘇瓦雷斯就走過來 就跟我說 唉 即是他很傷心 我看到他 我不知道 即是他面色一沉 走過來 唉我派得差了 然後我派了去這間 那我就看著他 咦 我也是這間 那兩個就突然間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主要派得差了 你明白嗎 即是因為 因為 我以為是 我派得差了 我啊 然後呢 你派得好 原來同一間 哈哈 不不不 即是他以為 在那個 我看不起這間 但你覺得很好 是啊 不不不 是他派得差了 他怕我可以和我同一間學校 然後 我又 那間也是差的 但我還沒想到那麼多 他怕我可以和我同一間 然後我也給他看 我還沒做到 然後他就說 太好了 我們也可以繼續讀 這樣吧 嗯 那之後我們呢 就一起走過去他那裡 斯朗 斯朗那裡 那我和那個蘇萊斯 是大家考得好一點 主要我們英文 比斯朗好一點 哦 即是相差不是很大的 即是真的小小 當時也大 哈哈 那其實也適合你的人設 也是的 而且當時他也踢了球 所以他是 沒有心機向學多一點的 哦 那我們就很興奮地跟他說 我們全部都是一起 一起升哦 這樣 然後走過去之後呢 他突然之間 哦 是嗎 嘩 我去了那間 這樣 去黃馬了 什麼黃馬 你當我們是第二次元 他擺在第三次元 一起讀中學 學計打爆他 對 但是他喜歡踢球 那我稍後再說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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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你提前準備 走水 隨年越遠走錯 你發現 人成熟了一點 平海底一殺我與你接通 我到訪天空 哪怕失授 肉類 我首次從一切 只要去擺 我最喜歡的 i got this time 那蓬佩已經確認 管著酒類的約定 就算任性 認同有天地 會被你 隨年越遠走錯 發現人性熟了 就不止一点 光红始终有你相拥 我到方天空 那把室总有mine my favorite wine 我只一心等到这分钟 靠你身边使我哭得痛 I want my god this time 因为跟你拖紧 我见到生命的最真受 也许一天发作星斗 借片星空只愿你牵手 my favorite wine 爱到天方不利有多久 我也始终不会放开手 I want my god this time my favorite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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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avo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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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的也不发觉 那种远远的事都发酵了那么久 刚刚听过claudia去东庭的my favorite wine 酝酿一种爱 就设定了一下 因为当时我们的心愿就是这样 总之我们去哪一家都不要紧 我们能进入同一家 我们就一起练过了 是这样的状态 我当然是不会想念读书 神经病读书 于是就设定了 但是刚巧我和梢雷斯进入那家学校 不叫他有排球队练 但是他会愿意出他比赛 我想也算是有队 就是打学界的 也会打学界的 但是他那家就没有 排球队也没有 排球队也没有 而且排球队很烦 尤其是男生打排球 你要六个人才会出队 你要抽到有五个人 他愿意下去长棋 我都是这样 没有男子排球的 就是没有 所以当时的想法就是 因为我们在小学区是拿冠军的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能进入那家学区 我们也赢了一半 就是我们这样想 小学鸡那些 我们也疯了 左手开球赢了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进入那家学区之后 没有啊 只有我和那个朋友打我 那我们就要打 但是他没得打嘛 他慢慢就走了去足球队 但是我们以前小学有个习惯呢 就是每次考完试之后 就会整班旧生回去学校打球的 就会见面啦 那特别是中二那天暑假呢 就见得很密的 就是天天都打 天天都打 就会常常跟我们去 天水围呢 有些长的 有时刺了就会带我们去啊 要搭轻铁城这样的 整班过去打 那么暑假嘛 没什么做嘛 嗯 然后可能就回学校 那时候以前那个小学校长 又不介意的 这样打 那我们就 就是我够 呃 疼了 不是 哈哈哈哈 搞 就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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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想搞笑 但是又不懂搞 哦 那我们就经常在那里 呃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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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会车我们回家 这样的 然后呢 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这样的 那么就车我们回家啦 嗯 那就先放下了我先啦 之后就放下了她啦 但是还有个女的队员 那么就最后才车她回家啦 极危险 然后我们呢 就在自己在那里 开玩笑 哎 给我都选 最后才车那个女仔啦 是不是 肯定的啦 这样啦 那自己说就算啦 传了出去 不 怎么知道下一次练球的时候 他打了队啊 呃 啊 就无故地跟教你说 你知道她说的事情不是报寸哦 就是说的 你知道上次啊 阿谦啊 对你说啊 说你特意车了那女生 再回去 了 那师他真的生气了嘛 那个老师生气了啊 他死了 那个老师真的骂了 我车到你们回去 你需要这样子讲话啊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跟你打球 就是这样啦 就是你这样被人打气這樣 是啊 那当然后来完全没问题啦 真的完全 后来就没有车理了 后来就是道歉成 但中间就有好几年我们是没有联络了 因为这样的尴尬 我后来就怂他 他说他说什么 你说出来干啥 他就没有了 他静静的 我想他的角度就是 我也是不小心说出来 开心的 想分享 有时候你想搞笑 但又不懂得拿捏 有时候说过火 比你搞费的 说过火更糟糕 但是我觉得 你过火也不一定是 那么糟糕 好像几年没见 其实大家讨论就OK 两三年左右 我想不想主动 我只是想去跟他说话 少少 要面子 我怂你的 没理由我跟你说 那他就罵我瘋了 我免得理他 如果他走过来说 sorry 然后聊天 我觉得很少 男生很少哄男生 多数是 抹面子 但是我觉得阿辉说得 最后是两三年后 不知道我都不记得了什么事 可能就是 机遇 一会见面就 喂 怎样 或者我都不记得 哪个第一个说话 后来不知道什么事之后 就回到IG 还是什么 又参加了 就参加了 是的 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 那个位置是 当天我们分道洋彪 是 他 炒粉 他炒粉 然后去了 去了 废学校 但是很多年之后 考DSE 他是考得最好的 哈哈 你明白 那个很讽刺 去年我还在街上碰到他 其实我们现在没什么了 那段时间有些小插曲 但是 我觉得最好笑的那个位置是 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些废青 他现在呢 在耶鲁大学做研究生 哈哈哈 没得这么说 我意思是说 那个 那个无聊 如果那时候考得好 你就一群一起和一队帮 又讲组织论 不是 我讲组织 但是最好笑的那个位置是 但是我也 那一刻 看到那个名字呢 平时不是那么容易 你就算看到他在IG 你recall不回那些 昂狗回忆 你讲起 就会有 你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的脑子呢 不断想着一些中一鸡啊 中一鸡啊 他撞回那个名字之后呢 突然 突然 是flashback 那会立刻不开心了呢 那一刻 我 为什么我选择这个节目 因为我是没有找他特别说的 嗯 因为有时候很奇怪 你自己Emo 是啊 是啊 突然很感性的那位兄弟突然想起你 就是很噁心的嘛 就是很噁心的嘛 好甜啊 太甜了 但是通常 所以耶路马上飞回来 不是 以我的经验呢 我也想着你 不是 以我的经验呢 多数人家都不贴 就是多数你自己 自己突然在想 我回想起 开玩笑 笑笑笑笑笑是什么 是吗 怎样啊 不是想借钱啊 或者那些 是不是想借钱啊 你讲吧 讲个数据吧 但是这个是很厉害的 就是我自己 立刻想起我小学的同学 我想起他们的名字 我都不是很想到的 哈哈 我只剩一两个 我找那些人 我找他就是这样 是吗 你谁啊 我是没有什么 content 只剩一两个 只剩一两个 你记不记得小学的同学的名字 记得一两个 对啊 只剩一两个 我是很记得的 就是用他的名字 说笑的可能会记得的 而且那一刻设定了 是因为我知道他去了外国读 那你去外国读 都好几年才回 他再回不回来都不知道 是的 那就会有一种 你说想打球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你会不会想说 那一刻 如果我们一起读到 就好了 我想啊 到现在都是这样想的 呃 就会 因为后来我转了校 我觉得如果那个 formation是firm呢 我不会转校 哦 你明白吗 就是你那个队友 你怎么会走呢 你不会走 就是我不是说梳化女士不重要 哈哈哈哈 你整程都没有说梳化女士 不是 这次主角不是他而已 是 我自己想回呢 那时候怎样选中学呢 我是有类似的经历的 就是friend在那里 类似就是呢 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女孩 然后呢她说 你不如读那间 我想读旁边那间 就是你读A 她说你读A 我读B 是啊 因为那间是女校 接着一间是男女校 不知怎样 不知是旁边 OK 然后我就回去跟妈妈说 我想读你这间 好有型 不是 然后妈妈说 蛤 你读一些好一点的 这间 就是那间是合适的 就去了妈妈那间 哦 那间女校本身是好的 不知道 就 比以前更坏 那些说在家里留下 就很紧张地 坐车 因为那女校 真的自打 我想到这间 是啊 真的很疯狂 唉 好了 最后回来开题 好了 最后回来开题 今天题目呢 就是讲这个中年老爸的怪脾气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开始大定了的人呢 嗯 就想做老爸 哦 爸爸 爸爸 爸爸爸爸 这又不 大家来 爸爸 那开始看老爸的角度太多了 你是尊敬了 不是 你会觉得他越来越奇怪 哈哈哈哈 我也是崇拜了他也尊敬了 小时候崇拜一点的 不是 小时候你会觉得他管你 觉得你严厉而已 觉得做什么都看你不上眼 但你大了 也是尊敬的 不是说的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你大了开始发觉有些东西是怪皮器来的 语别不同 我就开始问给朋友们 开始那些朋友每个都会说 没有啊 正常说没有他 说一下说一下 每个都有的 不知道为什么一去到那些年纪 介乎你临退休还是什么呢 开始就来了了 其实我都不用临近退休 平时也有的 于是就想说这个题目 我昨天特意做一些研究的 我就看了一个研究家庭的权威 我们自己一家 哇 这个很深啊 我不是很努力做资料搜索吗 我们有很多集 我就看这个花椰 我觉得花椰是一个中年男人的Prototype 你有没有看我们自己一家 当然有了 有看 但我不是focus在花椰 我喜欢看花大吉 通常是花椰 花椰也挺正确的 因为我反而觉得花大吉的仁切 没有花老爷那么奇怪 就是像猪妈那样 就是她不是一个妈妈 有时候是一个很长气的主妻 会唱歌 会沽寒一些 贪便宜的 但花老爷不是这回事 我觉得花老爷是很多奇怪的东西 我昨天看了五集 OK 来自五集的研究 我说一些 譬如很没耐性的 但是那些没耐性 就是 就是 不能等升级 是的 有一个是不能等升级 因为不能等升级 就这样 如果她碰到她 她的眼睛超超像想打架 哦 是呀 是呀 不知道什么事 是呀 好奇 那她不能坐地铁了 她就是不会坐地铁了 但我爸爸有个类似的 他不坐地铁 我爸爸那个是 如果在街上 你在街上不是说大家直线地跑道走的 你会迎面撞到的 是的 如果两个迎面 她是一定不会让的 是的 是的 不知道什么事 她是一定不会让的 但我试过的 你试过你不让 是啊 为什么要让人 整天随随随随随 不让我 看谁会遇到的 是的 好像坐地铁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家人 要出去逛街 或者吃饭也好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自己的坐地铁 如果有人在里面 可能未必想同一架 我爸爸也是这个 但是再强化一点 就是一家人在升级 有多个外来人进来之后 赶他出去 立刻那个样子 妈妈 死八婆 那么严重 是的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是莫名其妙的 一起乘搭电梯 我爸爸在街上 如果看到人 甚至是我在家 他最多是停在 他不会自己转身 你明白吗 你迎面就看到 那正常就是大家 让一让半 我吞车的人 是 那你就有吞车的人 大家就能通过了 他不动的 他不动的 死都不动 他的让步就是 他站在那里 那你吞车的人 守住他 于是 我就可以继续向前走 其实是担遮度 你一样 有些人比较高一点 是不是 不是 我就不让 大家发 大家全都沉了 来来来来 我觉得搞笑的那个位置是 如果是有人撞到他 这个案子是只可以对面让 那如果对面不让 对面不让 撞到他 两个撞到 其实适当一方都要让 但是有机会是不让的 那他会怎样呢 他就会发出一些近乎 做宝牧小精灵的声音 比较小 surrounded Cut�도 比较小 不知道是什么 中年的爸爸 就是这样 是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什么 就真的是这样 那他就很瘦 但我發現很多喜歡男人是這個 你罵就罵 如果你站在那裡 你瘋了 你為什麼 他那種介乎想和人爭執 但又想避免衝突 但其實他不強 但他又懶得跟你爭 他想避免衝突 但他想表達這個不滿 但這個我是不明白的 這個很瘦 通常我都讓的 如果我在街上迎面狀 但如果我有時都著火 譬如拖他女兒去撞我 那我不可以說是養的 拖他女兒比較難說 為什麼撞 但我覺得他中年男人那種尷尬 即是爸爸 他其實不在乎 他在乎 他在乎什麼 但他又不想罵我 對吧 我覺得很搞笑 那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是我昨天和 我是extend出來的 花花也都有這個特質 但我昨天和阿楊去吃豆漿大王 不要去養 觀察 不要去養 吃東西吧 我先說 昨天我和阿楊去吃麵的時候 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對面的叔叔在哪裡喝 沒有 怎麼搞的 那場戲很好看 為什麼你經常都留意到其他人 我也嘗試 上次我和他吃飯也是 他看到借影雪 然後我是不知道 不是 是啊 同一間 又是這樣 同一間 你不八卦 你到處看看 不是 上一集我近方才說完 跟別人分享了一個羅宋湯 只不過你那些比較黑仔 然後我就奇怪 那天 搭桌就搭桌 那些正常搭桌是怎麼搭 不是就是對面 對面的坐 昨天那個阿姐叫我們坐同一排 是 然後另外兩個人坐對面 是 因為出不了他嘛 如果我們對著的話 是嗎 是啊 有一邊是卡位 是的 那兩個坐在那邊 於是我就不斷只可以看著對面 吃吃飯 那個中年男人 有寵物小精靈 就是突然 你真的沒有留意 很好看 他就是在那邊罵阿姐 還有那一代的男人 是特別沒禮貌的 對著那些侍應 阿姐 你過一句 是這樣的 阿姐 過一句 為什麼你的半臉沒有湯 這個我聽到 你現在說 我這些湯 不是他在說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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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說話 這個人心想想什麼 不是,你先說吧 半臉有湯 你叫湯面沒有湯 合理吧 半臉沒有湯 你叫半臉沒有湯 我明白的,他這個中式半臉 有時候他想濕濕的 但是不要那麼乾 可能拌不住 是是是 是,有一點點的 是 然後那個阿姐也很好服務的 是啊 那個阿姐就說 不好意思啊 我們真的沒有 不是,他進去問了先的 問了先的 那出來說沒有啊 沒有湯啊 我們這樣 是 然後他就說 沒有湯啊 是的 然後那個阿爹再進去一次 先生我給你一些醬 你不是這樣的嘛 是呀 貼根 貼根 然後這樣也算了 那隔壁的老婆終於不出聲 通常老婆爭執的時候不會出聲的嘛 對,套完之後就說 有他啦 他很好笑的 那別人的店鋪 他沒有湯就沒有湯啊 然後那個人呢 他下不了一口氣 那阿伯 那邊就是要有湯啊 然後開始找東西來罵 然後放了大聲一點 那不是這樣嗎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生氣 是嗎 他看見你那碗湯麵嘛 哈哈哈哈 可能是呀 是呀 沒有湯? 你跟我說沒有湯? 是呀 扮大碗湯麵 那你叫半麵嘛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那個年紀 就是爸爸這樣的年紀 他們是覺得這個世界 一定有些事情是要這樣的 他接受不了不是的 譬如我說我爸爸 我爸爸呢 他是接受不了抽濕機是可以開窗用的 開窗用的 蛤 你明白嗎 就是他用抽濕機是一定要密封 盡快抽濕 他覺得開窗就抽出外面的濕氣 哦 怎麼這麼容易 就是像開冷氣開窗一樣 是啊 但是你們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抽濕機的時候是開窗的 我沒有留意 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所謂 是呀 正常沒有所謂 我到很大過才發現這些東西 沒有所謂 就是我的世界觀就是 開抽濕機就要在房間裡 拿了衣服進去密封那個地方 他都傻了 是啊 但是後來發現香港的長期這麼濕 其實是沒有理由這樣 是啊 那我就會照樣開窗 他一回來家 他第一時間最關心 不是關心 家人是不是健在 他關心你有沒有關窗 你一聽到抽濕機的聲音 他就會走過去那裡 然後關窗 哈哈 然後你開回來 他又會 他不關心你 直入嘛 砰 哈哈 這樣咯 我覺得他一定要接受不到有些事情 不是他理解的發生 下次再說吧 我聽聽我心已霸 細聽者轉入嘛 相信沉迷過 成就我拳的一角 傷痛能放下 戀愛貧道裡 誰在意有些差錯 這眼神有光 你別錯過 你不怕到一腳 你不怕到一 되고 veterinar當然要幫你 希望你也行 你良心的 別錯過 他只要你真是 我會不會交給你 我會不會交往 你別忘了 要不要緊 她會不會交給你 正想跟我來 她會否少 她會有些事 她會不會交給你 這是哪種 我會不會交給你 有光,你別錯過 太害怕,遇上某光太慢 再密過,又會想太遠 太近,故身走向吹燦 調視對著,我有種期盼 差一句對白 完美吧 戀愛,群到裡 誰在已有些差錯 這臉旁有過 相信尋覓過 成就我決定一個 總算完美吧 戀愛,群到裡 誰在已有些差錯 只願尋有光 你別錯過 相信尋覓過 想尋覓過 戀愛,群到裡 戀愛,群到尋覓過 戀愛,群到尋覓過 其實首歌是播給阿羊聽的 希望下次我吃飯再留意到有趣的東西 它可以別錯過 我聽說是否周卓盈的別錯過 阿羊,招牌 阿羊,招牌 老老鬥鬥 說起老老鬥,有一件事很深刻的 就是他會賭球 他是支持阿仙羅的 我支持車路士 其實那時候還沒有很認識 不過那一場就是阿仙羅對車路士 然後當 他買了阿仙羅 最後竟然是車路士絕殺他 然後我開心得跳起來 然後他臉都嚇了 阿輝,招牌 老老鬥鬥 說起老鬥鬥 我覺得老鬥鬥 我覺得老鬥鬥的一件事 話說就是當年 我爺爺過世 臨近新精頭的時候 三個月就 最好不要去別人家拜年 甚至是不要接近紅氏結婚的 有個爸爸的契娘 他女兒結婚 就跟我們說 喂,我女兒結婚了,過不過來 我爸爸也很粗粗粗的說 我們家裡有白氏,不是太方便 之後契娘就說 是不是不給面子啊 我畢竟都認識你爸爸那麼多年 但是 大家都要聽清楚 現在在說他爸爸過世了 那我爸爸會怎麼回應呢 好啊 下次吧 下次我才來 收線 我發現電器是特別重的 我們剛剛麥克風說的 我上網也有找D-Card有些貨物 就說爸爸有什麼奇怪的特質 其中一個是很多人有共鳴的 其中一個是很多人有共鳴的 就是不知為何 他硬是要弄家裡的電器 不肯被人弄 他經常都覺得不用丟 明明壞到傻了 我之前家裡的洗衣機 洗衣機也會弄 很狂 是又不是 那時候洗衣機壞了壞了 壞了什麼呢 就是洗完之後 不就會按一聲 然後告訴你洗完的 是 那我們就開那個閘 是 開那個閘的時候 它卡住了 開不了 就是說電門壞了 哦 就是電門它鎖的 它閉鎖那個閘 閉鎖不了 哦 那理論上呢 要不你就叫人家弄 但其實那部洗衣機 都很耐力 所以其實就 就應該要 打柴啦 換掉就算了 爸爸呢 不知道在哪裡找一些方法呢 找了那些 U型的鐵 在那個門 那個柄 以及那個門中間 在那裡 卡住 每次都要這樣開洗衣服 蛤 每次都這樣開 每次都要這樣 嗯嗯 就行了 那我和我媽媽呢 就不是那麼科學的人 我扮我兩個妹妹呢 是很科學的 所以她們 她們很快就 就行了 沒什麼問題啊 哈哈 但是我 對我來說 電器是方便人的 你有些人催不住 但是她又會選你 她是可以的 那是不是刺激了她們開 不是啊 她後來教了我 但是我可能要花久一點時間 哦 好煩 那些電器呢 就是 我爸爸呢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她是 不懂用Google 還是不肯用Google 有時候不相信 哈哈哈 話說呢 就是之前呢 我跟整家人去旅行 是 那我就跟她說 哎 我說你看完地址 那你到時 可能你手機記錄也好 怎樣都好 記錄完之後 那你可能計劃了這條路線 那你就知道 Google Map 搜尋 答哪條線啊 多少號啊 那怎樣行 什麼出口就行了 她不聽我說 我對也不聽我說 我以為她 我以為她真的聽不到 那我就在她坐在旁邊 我說老爸 不知道有Google Map 這件事 她說 行 我說 好了 去到日本了 然後我都說 她不斷找 哎呀 不是這裏 去到大站 十幾二十條線的 然後她說 我肯定是記得這裏 嘩 要去搜尋吧 好嗎 我說搜尋吧 她說 你喜歡搜尋吧 好了 我找到 走這邊了 她說 她不腳 哈哈哈 哈哈 是啊 第一例來 是啊 那 但是好啊 你不要浪費時間了 好不好 你只找 這個在地視站裡面 因為她呢 日本很奇怪 就是 你可以出完 有些像中環去香港站 你中環可以拍卡出閘 然後再走去香港站 再拍卡 那因為她 可能中司 對啦 不同公司有很多的 那因為我是 去過旅行 我覺得Google Map 是 在地下隧道 或者是一些 叫有啊遮頭的地方 是真的收得差一點 但是起碼 基本 你寫了那些路線 你是 人家一分鐘是 有原因的 那我覺得跟著她走就行了 寫都不相信 寫都不抹 用腦記 就是 我真的忍不住 神經病 大哥 你去日本 那你知道 你每天計劃了不同的路線 可能寫一些景點 她是都要用腦記 是 我不是覺得 用腦記是問題 但是 你可以靠Google Map 方便很多 就是你可以加幾個點 或者你先學會用 那你不用 不是你的事 而且她不用也好 你拿地圖 你拿地圖 拿地圖出來看看 但不是她用腦記 她不是 她說我記得是這裡 我說 不如你等我一會 我搜尋 然後我走這邊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不明白 你用地圖是這樣的 是否最後也說服不到她用 說服不到 我整程旅行 我每天都去哪個點 就說 幾分鐘有車 然後她說真的有 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 我現在不是預言家 大哥 你拿水晶球出來 不要說 七分鐘 哈哈哈哈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用 老爸 你不相信 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但是她應該不懂得用而已 我覺得 我教她 你只要說 很簡單 你在Google Map 就算是地方 你講 去哪裡都可以 當然 她會指引你說 最快的路線 或者是 轉車次數最少都可以 你可以教一些中文字 她說 死都不肯學 不知道做什麼 你覺得她是學不到 她不是學不到 她是不肯去學 她不接受 世界不需要用這一套 都會運作 因為她以前去旅行 她會做很多筆記 例如她 看到別人的Vlog 就會寫著 誰出口最快 那裡排隊拿了票 然後再去別處買東西 可能是最方便的 很有心機 對 我也覺得是 我爸爸都是這樣 他真的會 這些還沒做 我們現在新的隊伍 就說這裡很棒 我來記錄 記住 怎樣去 全部都是手機 那條連結就可以了 你看完那條影片 避忘錄 沒有連結 你放在Google Map 一開出來 早上睡 不如在這裡 近近地 有間拉麵店 去 其他星星 看看留言 最方便 但是她會用老虎記 就是上次來過吃這家 這次 都是未生 我知道 但她是否以前去很多旅行 所以她很有經驗 這一套她可能用得很熟 但剛好她很久沒去日本 因為疫情 然後她改了路 所以才搞不定 有一點 是 但我明白那個 害怕的位置是甚麼 我有 譬如他們小時候 這個是練習了很久的技能 我記到地圖 我挺厲害的 誰知道原來現在不是說 那些人記得沒那麼聰明 是不需要記 是很令人害怕的 以前那些人去旅行 是買本的旅行書 那些很威風的 所以我現在覺得旅遊書是沒甚麼用的 現在就是電話搞定 買甚麼旅行書 還有很多人都是網媒 你上門看 你看youtube的vlog 你全部搞定 我去這個 然後給你朋友 這個也很棒 搞定 但看甚麼我覺得 如果旅遊書拆開一點 旅遊書的話 我上次去旅行也有看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歷史 或者想知道整個地形是怎樣 都要看 因為那些youtube 通常都是拍 打卡位 我今天第一 那去哪裏 那看你看哪個youtube 不是 有些人說我們打卡完 這樣就走了 下個景點完 但如果反過來youtube 經常是深度那些 真的深度得很誇張 我明白 就是沒有那個中間位 就是想知道基本資訊 為甚麼這裡會有這個地方 這樣起 我自己也有這個盲點 譬如我最近都 我代入 譬如 現在是不太需要打字 但是大哥 我當年苦練促成 和蒼蠅練了那麼久 現在你跟我說 語音全部都可以 那我也有那一刻心理不平衡 其實是怕 有一點點是不想用 不值 是啊 那我也變成老死乎 我是保持著打字 我也是 但你小心 等於你 假設有一天 你的兒子走過來跟他說 現在不用了 讀就行了 我想起 因為我前面看Fresh 有人不是用手掣打機 是有儀器放在腦袋上 就是在額頭上 然後就是 用電波去控制遊戲 真的有的 可以遲些傳給他 可能我們都會說 甚麼事 可能遲些人全部都是這樣 我們也可能未必接受到 還有我們又做不到女生那種 就是我可能也有些女生朋友 爸爸都是奇怪的脾氣 哦 但是女生朋友可以 給他一個上台階段 你明白嗎 哦 就是可以說 不是 那你記了一個地圖 那你也是很厲害而已 就是會哄人 哄他 譬如他不肯用Google Map 不是的 你這麼聰明一定會用到 這也會用到 可能是男生問題 就用快手吧 男生你說不到這些 你跟不到你爸爸說 不是的 你一向都這麼聰明 地圖都記到Google Map 怎麼會用不到呢 我有這麼說過 你有這麼說過嗎 我有這麼說過 那他怎麼辦 然後他又不出色 但是我覺得他有嘗試 開始了解Google Map 因為他很想買日本的一個手信 他很喜歡吃的 他一下子就買了八盒 是的 他真的很喜歡吃 但是他找不到 我就直接搜尋那家東西在哪裡 看到地址 然後我再多找 原來在地鐵路線旁邊 真的在很入的位置 我就直接走到那個位置 他就知道這個方法可以找到 那就下次再快一點 稍後回來 我想說說說 老豆用通訊軟件的奇怪行為 有YouTube版本 我覺得有一個位置是好笑的 就是老豆用通訊軟件的行為 啊 即是打字是沒有豆豪還是怎樣 我覺得每個人都不同 我先說我那個 我爸爸呢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因為我爸爸媽媽 我覺得婚姻都健康的 所以呢 婚姻健康即是說呢 吵到的東西不會是那些 他們的東西 不會是那些糟糕的東西 啊 即是都會吵的嘛 是啊 但是他們吵到不會是說有外遇啊 不會說欠人錢啊 不會說 頭髮要塌 糟糕 就是不會說這些 你明白嗎 這些是我中了 我全部都有 我全部都有 所以我是小時候才跟爸爸生活 哦 之後我就沒有了 你繼續說 很難接啊 大哥 可以放回Patreon嗎 很難接啊 很難接啊 我怎麼承托你這個情緒呢 不如我們散會了 我的意思是 他們沒有這些情況 所以他們吵到那些是很白癡的 有一天我回到去 那我就靜靜地坐在那裡吃飯 我的飯桌是怎樣呢 長方形的 我媽就坐左上角 我就坐左下角的位置 嗯 我爸就坐右下角的位置 就是換言之是一個L形 我是夾在中間的 哦 那我就在那裡吃飯 按一下電話 沒有什麼忙 不讓你按電話 不不不不 那之後呢 突然之間 我爸呢就 拍桌 引起這個 不是沒有那麼誇張的 就是挑機啦 哦 就跟我媽媽說 其實你這個電話都可以做什麼呢 咦 我爸爸經常都這樣說 打傷給你也不通 那不聽的 不如丟掉吧 因為那些女人放在電話上 就放在手袋嘛 那你有時候拿不切也好 就是震 感覺不到也好 聽不到也好 那我媽媽就說 我不是 我當時聽不到嘛 我就立刻跟你說 說WhatsApp了你咯 說我跑步 轉頭回覆咯 等我一想一想 你又要怎麼回答 你WhatsApp回覆到 為何不打電話給我 類似 類似 我爸爸回覆他說 我不是說了 我正在逛街的時候 你沒有WhatsApp 看不到WhatsApp的 在街上不聽電話不負責任 還是在街上不覆WhatsApp 不負責任 我覺得兩個都不負責任 兩個都不負責任 我覺得是垃圾問題 這個你現在看到 吃飯就吃拉雅 但是我爸爸是有這種莫名的執著的 他覺得WhatsApp 我找你就一定是 就是他當email一樣 email是回家才開的 我在街上我就不會看的 你有重要的東西 就是電話 你們有沒有一些老爸的WhatsApp 或者電器 電子軟件的奇怪行為 他多數WhatsApp完我之後 他就打電話給我 哈哈哈哈 直接 是啊 就是譬如 問你吃不吃飯 不 晚上回家 他就會說 臭小子 你在哪裡 那我剛剛看了 就是剛剛打 然後下一秒就是 他打了電話來 是啊 但他在說什麼 就是同一句話 哈哈哈哈 同一句話 是啊 同一句話 就是你打你的Message 他就是同時間相開兩件事 他怕你不看Message 直接叫你 我剛剛看到 他說 你為什麼不回覆我WhatsApp 我剛剛看到的 是 然後我就回覆了現在 就是這些 我覺得奇怪了 因為我爸爸呢 因為我宗觀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爸爸學會用WhatsApp之後 只有兩個極端 要不他不用的 嗯 就是你找到他 是找不到的 然後會突然看了 但是又不回覆你的 哈哈 另一種呢 就是拿來發表偉論的 最佳的平台 蛤 是怎樣發表偉論 說他的見解 就是定時定後就錄音錄很久啊 然後又打一篇長文 很辛苦 會說些什麼的 我有個朋友是這樣的 三分多鐘 會突然傳給他 兒子 你今年已經25歲了 嘩 所以 爸爸媽媽不能再提供財政上的支持 現在開始 你應該要把你的收入 serious 多少歲就 GOT多少錢 但是我們已經提供了什麼基金給你們 acknowledged 這些是港京的人 哇 但 Pablo儀 財政報告 少少辛苦 有些是叫做特朗普 就是寫一些連結出來的 那些無謂說,很長氣 反正我爸爸是怎樣? 我爸爸就是,無論發射什麼都好 他也是不回覆的 明明很合理的問題 可能今晚是幾點吃飯 他沒有看過 我爸爸是會叫我媽WhatsApp他 WhatsApp我的 最後就是我媽媽會問 最後是六點半了 在香港 我媽媽幫忙 我WhatsApp我爸爸 然後我媽媽回覆我 即是在旁邊看不到你不回覆 那有什麼問題 幾點已經很討論 已經跟你說心事 然後第二個Case是怎樣? 就是我會從他回覆我的評論 我判斷到什麼在他心目中是重要的 即是譬如 你說足球 也不是 譬如我真的要問 減價東西 家裡的護照放在哪裡 這樣才算 他就會回覆我 是嗎? 那些重要的東西 證件的東西 無聊的東西不回覆 幾點吃飯 無聊 不知所謂 幾點吃東西都會問 如果是證件回覆 這樣 吃飯吃不吃就隨他 他這個真的是E-mail來的 是E-mail來的 你不要緊 發給E-mail而已 不要說 你叫我 而且是說不出行 我試過有一年 就家裡去東京旅行 那我就發了一個多拉蒙 不知道是博物館還是那些名場面 砌了一些有幾個園柱 有一個聚意門 有一個展覽 那樣的 我發給他 就說我想去這個 這樣 他回覆了我三個字 就是 Not Interested Food Stop 他跟Not With Friends 是差不多 他有感情的 Not Interested 我看了 你現在好像是認識朋友 我現在認識朋友 好像Tinder Tinder也不會 你打算跟他拉好的關係 怎知道Not Interested Sorry 但他平時是說英文還是說中文 說中文 他應該不會打 所以純粹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WhatsApp溝通 是一個新的方式 上一代的人 是不會這樣打吵架的 是吧 年輕人會 所以我覺得那個 計劃出來的奇怪性格 是特別強的 之前我也試過在街上 看到爸爸有提及過 可能有些波鞋 拍張照給他 然後他立即打電話 怎麼了 哈哈哈哈 我問什麼 他問你想怎樣 我說不是 我看見有些東西 你喜歡 真的 綁架的 說到 他問你想買 你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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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好 我只是想分享一些東西給你 你不要這麼強硬的態度 才可以 很奇怪 唉 那今集我們都 我們講得特了 因為我其實原本沒有加折 我自己不小心 醒不起 原來講了那麼久 如果你們爸爸有什麼奇怪的搞笑行為 就可以在我們這裡留言 或者是WhatsApp 你應該怎麼用 哈哈哈哈 出街又不是用WhatsApp 你有沒有見過你爸爸 可能那些Stacker 用錯了 那些emoji用錯了 哈哈哈哈 有喪事 就不停笑哭 是啊 哭啊 不是哭嗎 留言和我們聊一下 還有給個like 那我們真的是散會 OK Peace